哈囉,大家好,我是巴九 最近大家都在關心台灣的社會議題 那不妨我們也稍微來關心一下外交方面的重大事件吧 今天4月10號下午4點 我國前總統馬英九到了北京面勝 距離上一次在新加坡的馬錫會已經隔9年了 而這次馬錫會也遭到了褒貶不一的評價 當然台派就痛罵馬英九是賣國賊 國民黨支持者卻稱馬英九是反台獨先鋒 促進兩岸和平統一的大工程 是推進跟中國保持友好不用打贊的這個代表 而消費用方面也是非常兩極的 有支持馬英九省長的望風而降 也有反對馬英九你過來見我們聖上了 但是你說的兩岸同屬一中 說是一回事你又沒有實際行動 你就是來騙經費來要飯的 當然中國反賊大部分肯定是跟台派立場較為一致的 那我這邊就不多說了 那這裡跟大家分析一下這次會議的意義吧 首先我們先看一下最近的國際情勢再說明意義 首先4月8號日本首相岸田文雄到訪美國 並將在4月11號與美國總統還有菲律賓總統開會 那菲律賓在台灣的南部 日本在台灣的北部 美國在這兩個國家都有軍事基地 那大家應該也不難猜到 美日非這次的這個軍事會議是在針對誰 就是為了防堵中共擴張跟他的野心 或是當中共發瘋打戰的時候呢 應該要如何第一時間內圍堵防範或是支援賀子 而今天美國在台協會AIT跟美國智庫 也在台灣立法院展開的會議 像是前面的公開記者會談話 美方就多次表達要保衛台灣的民主制度 也清楚的認知台灣目前面臨重大威脅的壓力 那隨後就宣布要展開閉門會議了 就不公開對談了 而這一次啊 美國智庫訪問團的主席薛瑞福 他是前任美國國防部印太安全事務助理部長 也擔任過美國副國務卿的幕僚長 那他更是美國海軍背景的 曾經打過波斯灣戰役 所以你看啊 日台非都在這兩天啊 陸陸續續的在美國的統合之下 展開了防堵中共的會議 當然啊 中華民國ROC在國際上是不被承認的 但是美國也多次表明指出啊 即便這個ROC目前是不被國際承認的 但是台灣的主權啊 並不是因此就屬於中華人民共和國PRC可以代表的 大家可以去看美國跟中共說的這個一中的區別在哪裡 所以在這前提之下 美國時常派出一些啊 卸任的政府部門的官員啊 或是一些黨團來台灣進行交流 但事實上他們就是有待任務的來對吧 為了盡量不刺激這個瘋子 所以呢就派這個卸任 我可以說他是民間的機關代表 但事實上他就是卸任的黨團代表 那不然美國在台協會 雖然他名義上不是什麼美國駐台大使 但為什麼一個在台灣的美國協會民間機構 可以代表美國政府發放這個美國護照給那些護照遺失的美國人 或是代表美國政府 申請一些什麼長期商務簽證啊 之類的資料 為什麼台灣警方要派人去保護一個民間組織 你看過台灣警方去保護美國集團星巴克 大家應該沒看過吧 還有台灣政府今天啊 也發表了新內閣的名單 所以啊你就想國際上通通都在做這件事情 對吧台灣也在做這件事情 那我中共也要做些什麼事情來反制 來跟你們說我也有在準備了 你們在台灣我也有街頭的人啊對吧 所以啊4月8號啊 中共會見了俄國的外交部長 又在4月10號啊 跟馬英九舉行了會談 而這次的會談啊 是習近平親自指揮 親自部署 邀請馬英九到北京的 所以通常啦 以這個歷史脈絡來看 只要是習近平親自指揮的 親自部署的 多數是爛尾收藏 那你就知道為什麼 習近平這次一定要去見馬英九 給日本看看 給美國看看 給台灣人看看 你看哦 雖然你們跟美國跟日本很好對吧 但是你們在台灣我也有街頭人 而今天啊 在台灣的這個美國智庫的記者會上啊 我自己觀察 觀察得到 美國方面代表感覺有點奇怪 他們會覺得跟國民黨一起商考 對抗中共有點奇葩 當然這是我的看法 畢竟你們還有一個前總統 受邀去 中共國和兩岸同屬一中 都是中華民族 血濃與水 對吧 要共同反台獨 大家可以去看馬英九的那個公開直播 裡面都提到了反台獨對吧 來說為了這個偉大的復興中華夢 兩岸都是中國人 就你知道 奧地利跟德國 都是德意志民主嘛 日耳曼民主嘛 他們也不會兩邊在那邊會談說 我們都是要恢復大日耳曼 要恢復大德意志 不會講這種話嘛 對吧而且中共把這個古代的那種民族建國跟現在的國族意志 混在一起去談來混淆 而這次啊國民黨團還喊出什麼 這三個就是一個很奇葩的政策 你台灣身為作戰前線 而且中華民國與中共國的戰爭並不是台獨引起的 你卻在會談上跟習近平達成了反台獨的共識 當然這次還彈出了一個小插曲 馬英九不小心把中華民族說成了中華民國 但是他立刻改口 不是啊你為什麼要改口呢 對吧你說出來就說出來不需要再開口 中華民國中華民族過去經營了500年紀錄 最近30年在兩岸中國人的名字下 當然馬英九這次也有提到 九二共識就是1992年的一中各表 但是啊一中各表在我的認知 跟九二共識是差不多的意思嘛 你已經跟中共達成了協議 反正就是一個中國胡說八道 所以我就把這個你說的一中各表 我就把它說成是九二共識 因為你說了嘛 一中各表就是各自自胡說八道嘛 對吧 這個物體你可以說他是華俗 我也可以說他是收音機隨便你 結果你們在台灣的黨團 卻又喊出了親美有日合中 而這三個概念 在現在這種國際情勢來說是不可能的 因為我們台灣就是世主 而且我們也不是離中共非常遙遠的 歐洲或是南美洲那些小國家對不對 我們就是在中共旁邊 而且中共他第一個想併吞的就是我們台灣 你跟他說要合中 如果我們今天是什麼 匈牙利啊 瑞典啊 芬蘭啊 非常非常非常遙遠 人民說好啦 我們不要對抗中國那麼激進啊 合中就好 那我沒有意見啊 畢竟他第一目標也不是對我們 雖然他也有大外宣在這個瑞典 還有芬蘭那些地方 我昨天的報導有分享過 一個瑞典的陸沛被驅離對不對 所以啊 你身為第一線士主的台灣 你現在這個國際情勢下 你要走合中 那你就必須不親美 甚至反日反美 因為中共他就是反日反美啊 你看這從49年來反日反美的情緒不高嗎 你看中共的外交部常常在嗆什麼 日美啊 干預台灣內政 干預我國領土對不對 強烈譴責 動不動就制裁美國的公司 有一家美國的軍火公司 還連續兩次還是三次被中共國制裁 搞笑的是 這間美國公司在中國沒有業務啊 那影片到這裡先來幫我們自己設圖日記業配一下 我們品牌六四紀念款坦克的T恤 在今天晚上7點已經正式預購了 而這次的配送方式啊 也增加了7跟全家的物流 那我們這次推出了還有另外一款 軍綠色 現在這款是黑色 然後我們的Size從XX到3XL都有 因為2020年的時候我出過一款坦克E 那時候購買的網友就覺得 這個坦克好像沒有復刻 當年的這個天安門的坦克 所以我們這次有弄了一個圓頂復刻 然後我們還有一個小巧思 一個五星的星星在這邊 然後這個8964 還有Don't touch me這個元素其實是大家應該知道嘛 Don't touch her 那個英國倫敦的 所以我們把它改成Don't touch me 前面都是我們的Logo 也是象徵著這個坦克人的意義啦 好 如果大家喜歡的話 可以在下方的資訊欄 透過官網連結去購買 那我們影片下方還有一組 限時72小時的免運折扣 大家可以把握這次的免運機會 最後還有一個小提醒就是 如果你想要在6月4號前收到的話 請大家在4月21號前啊 務必下單 我們才能保證你在6月4號前收到商品 並且與我一同到自由廣場參加六四的活動 而這次馬錫會被安排到了 中共人民大會堂的東大廳 並不是在台灣廳或是福建廳 那這幾個大廳的政治含義不太一樣 以前中國的領導人接待國民黨團代表的時候 基本上都是在福建廳 例如連戰會見被架走的胡錦濤的時候 還有這個18年連戰會見聖上的時候 都是在福建廳 但是4月8號 接見俄國外交部長的時候 也是在福建廳 所以大家就有猜測 可能是因為習近平在福建當官十幾年 所以習慣在接待一些比較親近的外賓的時候 會在福建廳 但也有可能是因為2005年連戰跟胡錦濤的會面之下 聖上遵循了這個傳統 而台灣廳是兩會期間 中共台灣省代表團的開會地點 意味著你們是實質被中共統治的台灣省人 而這次馬英九並沒有被安排到福建廳跟台灣廳 而是被安排到了東大廳 那東大廳他曾經是見證香港回歸 澳門回歸的地點 也是鄧小平跟戈巴切夫歷史性握手的地點 那先前跟拜登舉行第一次的跨國破冰視訊 也是在這個地點 那如果是以這樣的歷史脈絡來推敲的話 東大廳可能政治意義就是有重大突破 或是重大改變象徵的會議地點 所以這次馬習慧代表中共他自己認為 是跟台灣的關係有所突破 有可能是向好的方面 我放棄對台灣的統一 我放棄對台灣的野心 但目前看起來是沒有這個可能 那向壞的方面就是 我讓你們台灣啦 讓你們國民黨對我中共繼續綏進 對不對 我也表面說要跟你交好 但是我軍事還是一直在準 等到你們真的相信要清中合中的時候 我直接渡款去把你們A死 所以大家可以去思考一下 到底習近平他認為的 對台灣有重大的改變的意義 是向好的還是向壞 大家可以發現習近平這次身邊開會的人 基本上都是他的親信 什麼政治局七巨頭那些人對吧 前北京市長、市委書記 就是現任政治局七常委之一的這個蔡奇 還有這個入腦入心入魂的軍師王滬寧 對不對 當然啦 馬英九自己心裡想什麼 恐怕只有他自己知道吧 但事實上我看馬英九也是蠻皮的 有稍微反駁或是反嗆一些 像是他前幾天參觀中國驕傲BRD的時候 旁邊的人都在讚揚BRD 超越世界領先全球 那馬英九那個時候就回 按照你們的這個推論 你們覺得你們能領先多久 你們多久會被追上 現場的一些人聽到之後 就一陣尷尬 尷尬個兩三秒三五秒之後 冷笑 呵呵呵呵呵 其他國家可能一輩子都追不上我們中國吧 馬英九可能還是有一點嘲諷 對不對 你們吹牛吧 當然啦 馬英九在見習近平之前哭了五次嘛 五指哭目對吧 哭倒了長城 我提供另外一個觀點 有沒有這種可能 馬英九他忍辱負重 背負賣台的罵名 只為了博取中共的信任 跟這個月王勾劍是一樣的 為了就是博取他們的信任 跟中共領導人會面 閉門會議的時候 知道對方的一些真實的想法 我們不知道 那回來透露給美國還有台灣國防部的那些高層 畢竟連聖上最信任的人都會出賣聖上 前中國外長秦剛 還有前國防部長李尚福 解放軍政府司令通通不見了 畢竟在這種情況之下 我們好像也只能用這種間諜 去用舔共的方式去取得他們的情報 我這個推測可能只佔了0.01%的可能性 非常的低 那我只能說啦 如果未來中共倒台 資料解密 你確實馬英九忍辱負重 當這個間諜去反奸 我給你下跪道竊 我也幫你立一個廟 去悼念你去紀念你 哇馬英九 護台功臣之一 是吧 你是一個無間道的梁朝偉 讚 呼籲中共啊 不要胡亂抓這個 我們拍過去的間諜好嗎 而再次不免讓我想起 南宋跟金國的談判 南宋稱臣對吧 正統正說是金國 我只是一個你們的特別先生 或是一個神 或是一個小藩屬 而南宋卻可以保留自己的體制跟軍隊 也可以說是一國兩制啦 但你是金國的臣子 你是金國的個神 只是交給你南宋特別行政區區長來管理 你把他帶到現在的觀念就是這樣 而北至北南至南啊 當時派去談判的宋國代表秦快啊 秦快也是大推這個南至南北至北啊 北方的南宋漢人就是金國人啦 你如果逃來南宋特別行政區的話 我還是要把你遣返 結果諷刺的是什麼 1279年的崖山戰役啊 滅亡宋國的大將軍張宏范啊 他就是金國的漢人 從未接受過金國的教育 後來效忠於蒙古帝國 滅了自己的祖先 而最搞笑的還是 秦快在與金國的紹興合議中啊 爭取了一條 你宋國的特別行政區區長啊 不得無罪免職或是殺害輔佐的大臣 不覺得很搞笑嗎 意思就是你這個行政區區長啊 或是省長啊 你不得隨意開署我秦快這些人啊 那你說身為敵國的金 想要侵略宋的金 為什麼要幫秦快立這個條約呢 紹興可疑是1141年的第二次和談對吧 那在此之前啊 宋國免除掉了什麼韓世忠岳飛啊 等幾個忠心四將的兵權對吧 隔幾個月啊 1142年的年初 岳飛被殺了 更諷刺的是 岳飛啊 現在是被小粉紅高高吹捧對吧 看這個滿江紅痛哭流涕 結果文革時期啊 岳飛被紅衛兵跑過粉啊 他的屍骨被拿出來碗啊 對不對 那麼還我河山 金鐘報國等等的辯額 也被紅衛兵給砸了 所以大家不覺得很魔幻 非常的諷刺嗎 好啦 今天的影片到這裡結束 喜歡記得訂閱 我不相信 一定要把我封鎖 我是爸小小見了 掰